想偷我雞? GoGoGo 阿咧阿咧阿咧 今晚薄夜不夜啊 開車?我懂得賴嗎? 開球我可以而已 好啦 其實如果你聽完這三個對白 你都不知道我們會說什麼 你其實會不會聽的 神經病 其實你看了我們的影片 你怎會知道不知道我們會說什麼 可能有些人會聽聲音 在哪裡聽聲音 有時候YouTube你不開 即是你收藏網絡 那他都開了出來 精神就發生不到的 因為是這樣的 事緣上次做完 那些懶是專題的 好像有幾受歡迎 突然間 幾受歡迎嗎 在我們的頻道來說 算是偏多人 OK的 還有多反應 集體回憶 學生片和業問 講到這些 過年其實有隻影片經常播放 就是賭片 過年是很喜歡搞這些 賭神 賭勝 賭俠 賭俠 賭俠是播得最多的 賭勝很少播 賭勝少 賭勝偏少 好像我聽過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是因為版權有問題 版權有些事 所以就 版權屬於誰呢 忘記了 不思願 你記不記得 賭勝是近 我猜可能是近 十年內 才出回DVD 之前是一直都斷了 買不到 買不到 之前是買不到 但偏向是小播 因為賭勝就是 好像是版權有些問題 所以買不到 其實都很入腦 這些又是電視一播 你看過一百次大人坐下來 大家看那些片 我想都縮一縮的範圍 基本上就是 可能 因為留在我自己的角度 賭片 這類的賭片是香港獨有的 鬼都會有賭錢 例如 我記得有一個叫 《決勝21》是講賭21點的人 但他不是香港那種 其實香港那種賭片是無合片 你問我 只是在賭桌上 用paper來決鬥 外國那些是真的認真賭錢 很多時候就 正經一點 香港那種基本上是有些動作 有些武俠成份 有些搞笑 結構成一個賭片的基本元素 雖然大陸是不給人賭錢 沒有人有的 香港的賭片是香港的 抄就抄不到 總之都是獨有 是一個地方的獨有 是啊 就由這個賭神開始 我其實覺得 雖然現在賭片拍到爛了 你賭成封民眾拿出來獻世 但是你不得不承認的就是 畢竟 雖然那時候發哥和昇爺都很紅 但是 昇爺真的拍到賭勝之後 就在這個 港產片橫行的日子 就由那一刻開始 這次呢 也算是 這次呢 和上次不同了 我是認真做一些 小手手 集團統計的 再遠那些我就做不到 我呢 就由1981年開始 做了一點點統計 由1981年一直到2016年的賭成封民三為止 全香港上過的賭片大約有31套 我看你的名單好像沒有 哪一套 前小奧跟四哥那一套 還有陳觀泰 那一套叫做 說過做老千的 一幾百元票貨 是不是知王知王 不是 忘記了 你猜不到 我先找給你 1981年的打雀英雄傳 然後1987年的難賭英雄 是我可以稍為找到的資料 然後就是 賭片其實是很複雜的 怎樣為之賭片呢 有時候都很難界定 有時候賭其實 它裡面含有少少賭的元素 賭博成分 但是其實它完全都不太賭 譬如你好像那些對對碰那樣 算不算賭片呢 那一套我沒看過 即是王子華那一套 我回答你這麼說 我沒看過 所以我覺得很難 在這裡 譬如賭合大戰拉斯維加斯 簡直是沒有賭 搞笑為主 所以我也勉強放了它下去 因為它畢竟叫賭合大戰拉斯維加斯 在今集的結尾 我會跟大家說回 在這裡裡面 除了有兩套我找不到票房 究竟哪一個做男主角的票房 是歷來賭片裡面最低的票房收入 可能大家猜 因為你說最高 我馬上想說當然是《酒星池》 其實也是錯的 首先說一下 因為《打雀英雄傳》 和《難倒英雄傳》 其實我不太熟 由《至尊無相》 因為我開始有看 即是譚詠麟那一套 譚詠麟陳玉蓮 那一套 經典 加上這首歌 其實《至尊計狀元才》也應該不算是倒片 是否是動作片 即是劉德華和梁家輝在偷天換日 那裏直接倒片 那裏是老千 護千而已 那有些什麼主要的男主角或者女主角 那裏叫江湖正將 我聽過 我聽過 挺有看過 我應該在電視上有看過 但印象太淺 即是友善那些 是 戲院也有上的 也很看的 講一下前奏 跟著師傅兩個做老千 其實也是黃禎那些 早期一模一樣的 即是那個想法是一樣的 殺到尾就是這樣 有些什麼人呢 周仁發 劉德華 周星馳不用說了 還有些什麼出名的人 是做過倒片的男主角呢 謝賢 梁朝偉 梁朝偉 沙三少 神龍賭勝之奇開得勝 那裏真是經典 港片三大世紀難片之一 世紀 世紀難片之一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至尊無上二就是王傑和劉德華 道奇峰 道奇峰撿到 是的 那賭神三就是這個 黎明 那裏是少年賭神三 老實說 我看賭神三是少年賭神三 是少年賭神 那賭勝二就是街頭賭勝就是國盟輝 賭勝三個名小子就是張家輝 千亡之宴王二千就是周星馳 張家輝就是勝次 張家輝 賭勝1999 還有賭合大二千 思維加斯不用說了 中華賭勝 大家有沒有印象 古天樂 古天樂 我一時間忘記了 張家輝 張家輝 人定勝天 沒有劉德華 沒有劉德華 賭合之人定勝天 是杜德偉那一套 和張家輝那一套 賭合2002 我忘記了了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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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勝的男主角是郭俊安 其實賭勝的男主角是郭俊安 其實賭勝的男主角是郭俊安 我真的沒有看這些 是不是都算是賭片的一個打牌 因為他最後真的有個比賽 賭勝二子摩天樂 賭勝二子摩天樂 跟賭霸一樣 是用女演員做主角的 陳少春的女子 真的沒有看 應彩儀 應彩儀就是子摩天樂 陳少春打了應龍轉2006 好像是拿著旅球棍一樣 對 整個那些二血高校的 賭勝三 《戰魔300番》都是郭俊安 Facebook經常播放的 對了 《Liggo Liggo對對碰》就不說了 其實我也不在賭片 王子華 王子華是張達明和李燦心那一套 另外我老婆是賭勝 張家輝 我推介這套 張家輝 好笑 撲克王 你說好笑是正面還是負面 正面是好笑的 張家輝很搞笑的 因為他是賭神的翻炒版 待會再慢慢說 撲克王就是顧天樂 和劉青雲那一套 不是劉青雲 重點並不是兩個 你知道重點是誰嗎 向左 不是向左 重點是Stephy 大哥 Stephy是主角 是女主角 好看過 《賭勝風雲123》就是近幾年 真的沒看過 最好票房的其實是賭神2 五千多萬 吃著賭神的勢 其實都隔了三年 就是因為打了一個這麼久 因為賭神復出 大哥還不仆 因為其實之前 這樣說 雖然最後 這個就跟大家觀眾說 我也很按鈎 我很後先知 原來賭勝 是選擇被人抄了一個去賭盒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搭肩 但是其實是很糟糕的行為 他抽了他出來 其實就是賭神 因為有賭神 所以人家 黃禎就拍賭勝 不是 五師院那邊也拍賭勝 然後就拍賭合 導演是左重星 主角是左重星 導演是劉振偉 劉振偉導演 不是劉振偉 劉振偉 所以賭神 而食著勢再出 因為周頓發 一直都沒有出過 再拍 票房是正路的 賭神 其實之前 賭神那套 《至尊無想》 都收2,300多 到89年 同年的賭神 就收3,700多 其實那時候已經瘋了 3,700多 誰不知之後那年 昇爺 賭勝 4,100多 那年票房冠軍 保持了若干年 因為直到賭神2的5,250 才破了他的紀錄 因為那時候 我沒記錯 周星馳和昇爺 電視界紅 當然是帶他出來拍片 他拿到《最卡蘭配角》 那套是一套警費片 但真的 跟李修賢 但真的拍完 你說知道這個人 以後紅銀硬 就是賭勝 是 因為他之前拍過什麼 《無敵幸運星》 《望夫成郎》 《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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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堆簡直是尾滿籤的 那你也要賺錢 就賺錢 總之你簽我就拍了 求人期 大家都知道 在電視圈跳出來拍戲 就未必可以 法哥也流了很多年 《獨藥》 法哥是票王獨藥 有賭 昇爺跳出來 就是這套 就知道這個人 之後會怎樣 但沒人猜到這套 這樣爆 其實你看到 劉振偉 他現在專拍垃圾 是真的 但其實他從頭到尾 都是玩當時的流行文化 例如最近有一套 被鬼鬼拿來笑 就是中國古代 踢球大 有什麼《Avengers》 其實《賭勝》 明明是拿賭勝出來玩的 整個想法 惡搞賭勝 那時候 畢竟他是那個年代人 他那時候 都很笑 而且這個想法也不是 他很需要一個演員 他很需要拿著什麼演員 在手上 玩得出什麼 你隨便給他一些垃圾 他就垃圾了 而且很配合周星馳 因為周星馳 那時候 劉振偉就是葡萄老祖 你知道他很配合 那時候是玩 當年的周星馳 玩樂交是很厲害的 所以 例如到現在都記得的 就是《賭神》最經典的 就是《萬動作》出來 他現在又玩了同一個 但他real的《萬動作》 不是用特效做的《萬動作》 是非常好玩笑的 不過其實我怎麼看呢 我始終都是獨愛賭神 不是啊 我喜歡賭合多一點 我不喜歡賭合 我覺得賭合娛樂性高一點 沒有了周潤發 我覺得就沒有了個卡士 當時又不是很… 有些勉強來的 因為賭神 賭神經典當然是 因為他是所有賭 應該這麼說 他先訂了什麼叫賭片 他訂了一個新的框架 新的框架 還有你… 法歌紅也當然 還有回答起來的時候 那時候都說是紅的 但還未到那個 還未到那個 還未到那個層 其實 他是紅的 你看他之前又做《至尊無上》 那些你就知道 其實他已經是一級男主角 不過你夾著法歌 他就做刀仔 還有 那時候黃禎有次有訪問說過 他說 那當然了 現在黃禎周吳周皮就 後話了 但是那時候他說 他量度成的時候 給了兩個platform 周星馳的 不是啊 sorry 周恩發的 第一就是他可以做型那一面 也都可以做傻仔那一面來搞笑 那他是說 他是同時間 複feel了 這件事 而對我們老實說 那些賭牌就 就好看你真的做氣氛 是不是這麼多冤鑑 但其實他也是參考Wingman的 那套戲 是參考Wingman的 就是手足情味料 哦 OK 是 也是講到的 手足情味料少少 有個部分就是講到的 他抽出來 德星馳福馬是 是什麼 他是那些 輕度弱智 他是一個 那些叫做 他什麼呢 他少一點弱智 但是他很集中去數東西 那些卡東西 那些卡東西 準備帶去數牌 是 另外《賭神》 有一幕很重要的 之前我調了很多 現在的網劇 現在的戲 很多導演 都做不到基本的 其實《賭神》 黃禎一開始 第一場戲 用了三四分鐘左右 就交代 姚昔一樣 不是 再之前 一定記得 就交代賭神 怎麼出場 周文健 就是賭場的經理 他看著螢幕 那些鬼人就跟他說 這傢伙贏了很多錢 這傢伙贏了很多錢 然後他說 放近一點 放近他的手套 我看到他的玉戒指 是玉戒指 是他 然後他走下去 就跟他說 高先生 歡迎你們來我的賭場 我們董事會決定 你的限控由 少了 五萬元 減到他五千元 周文發 拍了背部 周文發令我們很扮演 Cash就走了 然後那個鬼佬的可觀 就站在周文健 去問他 誰是這個人 周文健很認真的樣子 你穿西中的樣子 賭神 然後就出音樂 一場這麼短的戲 就帶你進去 其實那些 他的世界觀 對 那場的遊戲 有時只要花幾分鐘 去帶你進去 告訴你這個人就是賭神 那這個人怎麼是賭神呢 就是賭場都害怕他 賭場都害怕他 那一種 然後第二場就去熬式 日本那裡 那一種 這件事現在很多導演 新的導演都做不到 你先要帶我進去 告訴我這個人就是賭神 他有多厲害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入了第一場 就覺得 賭神 他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賭神 要將他設定高 是 譬如你賭勝是由低造起 是小知成長 是 賭神是厲害的 你要一早就build up 他是很厲害 厲害到好像你剛才說 我賭場都害怕 是啊 然後又要為他報仇 即是上山 上山先生那些死敵 所以這麼短的戲 現在很多導演 或者電視 他們捉不到 還有 還有 如果你認真討論賭神的劇情 其實邏輯推論是有些問題 但是 黃禎呢 我記得在訪問他說過 其實他重點是做人物素材 高俊這個人物素材是成功的 首先是什麼呢 加一些小動作給他 例如肉戒指 吃朱古力 不給拍照 納頭 當然 因為法哥在這個演繹之下 演繹到 法哥很帥 因為 法哥是一個 他做到高俊是一個 平時有少少口的 很譚笑容兵 特地弄了容的 特地弄了容的 特地弄了眼袋 是嗎 他就譚笑容兵那種 因為 周恩發 當年的法哥 當然是演繹最巔峰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 你會看到他做到高俊那種氣勢 他不是有霸氣 而是 王者 很簡單就可以解決了這件事 暫時到今天 我覺得你找不到第二個賭神 就算你在大陸找一個賭神出來 即是好戲的人當然有 但不是這個 對 但你去到賭神 我想 到今天 由賭神開始 由素造開始 到今天 我都未見過有一個人 可以再在我面前做一次賭神 是一個氣道的問題 沒辦法 不知是我們老坑還是什麼 總之你暫時沒辦法找到一個人 再演繹一次賭神給我看 大家都覺得 真的賭神 現在或者早十年八年的梁家暉行不行 梁家暉差一點 霸氣太多 因為梁家暉好戲 好戲 好戲 但問題就是 一來 因為周恩化中演員已經少有 現在不流行這種類型的明星 我覺得他 你首先要高大 一定要高大 你這個人要 又不用很英俊 但你這個人要 嚴肅得來又可以輕鬆 那梁家暉做到 梁家暉那種有點賤 他搞笑的時候 他有點賤 太賤 他可以演繹到不去這個地步 他的演技的層次是很多 但他認真的理由太兇 又馬匪了 周恩化那種是很斯文的 你覺得這個人是很斯文的 即是磁場 有一種長和的氣道 即是即使他吵架 其實那個是賭魔還是賭王 其實呢 不是 他在第二集去到賭盒才變賭魔陳甘成 我也說了 我上次說 屌你老母 人家原本是新加坡賭王陳甘成 混蛋 你屈膠人 第二集 第二集說 賭魔陳甘成的徒弟 侯蔡欣 屌你人家都沒有說過自己是賭魔 還要被你屈不殺 他原本沒有打算對 高二的 因為他就算他最後那一幕 他屌膠了陳甘成 他笑了陳甘成 如果其他議員會很兇的傳救他 周仁帆不是 我記得陳甘成說 你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也要犯法 他說 我罪到最多就是三千 你這樣最少三十 然後最後就要說一句 你這項瘦瘦都應該在赤柱擺 不用給我 我沒有空 他是完全不兇的 但你會覺得這個人 不兇得很有串 但他串得來不是真的賤那種 不是賤嘴那種 是正氣 如果其他議員組 可能是梁家輝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八個議員 你會覺得太兇了 即是吳慎瑜就會全部超過 吳慎瑜變成謝賢 你也是不用請我 那倒神 我想你會多一點說 我想我們不會詳細每一套一套說 不過我喜歡倒神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起承轉合 無論是 即是他最後那段高潮其實很短 即是周圓發變成嚴肅那段很短 大部分都是他和刀仔之間那些成長的關係 他們兩個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會變成一個 這麼高高在上的司徒關係 第一集到最後他們 朱古力和刀仔是朋友 那種友情來的 不是那種司徒那麼嚴格的關係 所以他一改變成刀仔 其實我不能喜歡的 不過你從《倒神》 你就看到這套戲是專門做人物素組的 不要理會中間的劇情合物 為什麼呢 《倒片》 出色的那些 我講香港那些 你一個角色拍一套 你這輩子都只會叫他的名字 很多時候 例如《大傻》 《大傻》由這個 《倒神》開始你發覺他是水魚來的專門 《大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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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人大》是專門給主樂那邊騙錢 幾套都是的 只是這個系列而已 他在其他地方都專門做 專門做以後 《基哥》做的那些 例如你會記得《大軍》 你的演員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大軍》 你一定會看到《大軍》 例如… 《影夢》 《影夢》 例如… 《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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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過癮 而且他是有點神奇的 他有點僵 也要參乎掛斷 他想要做一個 不是健全的勁人 那你透過外形 或是說話的模式 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而且好笑 結果呢 人人都叫做戲房 戶梓 你偷擋了人家整個系統 大家留意一下 賭勝那個叫左仲星 賭校裏面那個叫周星祖 應該不是大學人 而他應該是香港人 他沒有特別提及 但是似是 除了名字不同 一樣的 懂得第二功能 又三叔 又喜歡耳夢 又叫自己賭勝 我不知道有沒有拍肩膀 如果沒有的話 你這些是絕對的抄襲 直接是偷 什麼偷 根本就是偷東西 先撇開偷這件事 其實有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可能是周星祖那一段時間看 他就抽了阿刀仔這個角色出來 然後他都怕可能劉德華不能夠撐 就要不如偷了周星祖的角色出來 拍一套 而Witches的效果 我覺得娛樂性高的 特別是我最喜歡哪一幕 就是10元贏2千3、5百萬 我覺得那一段是正常 我記得的 那一段是非常正常的 我整套 不 整套賭盒 當然你要我背出來 我都可能做得到大半套 問題是什麼 有兩個位置我是特別深刻的 電腦分析 哈哈哈哈 很煩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可能大家會沒有什麼留意 周星祖和吳萬達幫阿刀仔打氣 有其中一幕 吳萬達他們是玩了啦啦球 然後周星祖在耍啦啦球 今天不是 但是正面地衝過來 整套賭盒 然後周星祖在生氣地打他在地上 我也是真正做的 那一刻真的真的生氣 我這兩幕是最留意的 是的 那 他很好笑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他 怎麼說呢 他不夠熱 不夠勁啦 最後一幕 因為一出牌沒有氣勢 是的 我一定知道你出贏的 因為有些不同的是 這條橋也是玩了三十年的 如果你是講賭神那種系統 他就會說其實整個都是一個想報仇的詭計來的 就是他沒有什麼突然可能純粹是你想陰我陰回來的 就是算無為留 而賭勝那種呢 不知道為什麼永遠都出不了自己的牌 永遠都出到別人的牌 還有一些錯誤的 賭神最昂貴的就是 我這副是西德的最新產品價值 一千萬美金 你這樣就誰都知道你出千 你以後還怎麼做賭神 其實你賭俠最後也是的 你以為出走我的低牌 但是我換了低牌給阿昇 那你是不是真的逆了 全靈部都在 難怪那班輸了到混蛋了 我會不會懷疑是你們四個加起來 坤加好整船人 還有一個角色我忘記說的 就是說如果一個角色要一輩 雖然他都不用 就是什麼 向先生換氣性質的龍五呢 是非常經典的 基本上呢 他就不用靠這個角色 真的不用的 但是因為經典到 因為你要明白 我知道向先生對這個電影圈 是很投入的 他都知道 我想他心思其實也不太會演戲 所以他等於整個角色 是不用表情給自己的 我笑到很難看 但是很重要的 你說的 他也是找個角色 都是自己做一些二三線 站兩邊而已 大陸現在那些人有錢 自己做主角 馬雲做主角 就是離太婆 現在 那也不二三線 龍五也很重要 你當第二主角 第二男配 那你找個角色 都知道自己不是主角 你不會叫向左做早晨 下個禮拜 你不會 向左做早晨 然後吊起 找周強發做高二的角色 但不是的 龍五是挺搶的 他特地弄一條 沒有表情 但是殺手 因為向先生 是有氣勢的 那人 我不敢說 應該有氣勢 合理 合理到白了 他跟他兩父子也有氣勢 他兩兄弟也有氣勢 有氣勢 很適合他做 而且他也知進退 就是差不多 打完就算了 玩一下 那些人記得我 開心一下就不錯 他也是拍賭神二而已 不是賭合而已 藍光轉 那雷樂也有 雷樂就是藍光 除了藍光轉 藍光轉不是他的 藍光轉不是他的 他是主角 他們都叫做本主角 是那一套 張國榮他跟凡非祖風雲 但是向先生都知道自己 大概我是的 可能被人笑 所以龍五我覺得這個角色 都是非常經典的 黑如其憤 是黑如其憤 結果就發展 剛才是搞笑的 Long's Universe Long's Universe 龍五是有個妹妹 還有個弟弟 龍九和龍七 我真的不記得了 龍九大家知道哪一個是 陳發勇 Candy知道哪一個是龍七嗎 龍七不知道 恩志丹 宇宙最強恩志丹 恩志丹 街頭賭勝 郭文輝 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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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垃圾 太過分了 我都看了好幾次 因為電影台經常播 我基本上一有就看 一有就看 其實剛才我講這三套 基本上就是賭片的高峰 沒關係 我們可以講低峰 其實賭神2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值這個價 所以那個班底都 賭神2我唯一記得的是什麼 2億 我也有 就是那一段 沒有的 沒有的 還有梁家輝假裝賭神 你說他假裝賭神 他就是假裝賭神 但他本來整個角色是狗的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都講過 賭神 就是賭神這類的賭片 有動作元素 搞笑和認真 那在賭神1的時候 其實搞笑和認真是 張法自己做完 動作就有五個 去到賭神2 阿發哥都有點搞笑 但其實搞笑又 主要掉到梁家輝那裡 賭神1有三分二都是正經的 賭神2有五分四都是搞笑的 一分一是正經的 他只是在賭局裡 其他全部都是搞笑的 是 一邊裝賭仔 真是不怕 他人家輝假裝賭神 好笑 只有兩個搞笑 梁家輝加上徐錦哥 徐錦哥不斷搞 在旁邊不斷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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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角是不善年 不善年 和優俗正 優俗正就算了 我都不當是女主角了 那都要安排一下 畢竟是自己做的 對 講其他 其實你說高峰 其實上海灘賭神也是高峰的 上海灘賭神 其實他是賭合2 記住 因為他那個是周星祖 我現在回看 我不知道他應該都沒有問無線的版權 兩個版本 上海灘賭神 是台灣版本 還有港梨版本 是在拍兩次的 大佢 換了那個女主角 而來得整 但是人們的時侯是一模一樣的 也是 兩人做的事 做到一模一樣的 我沒有看過 那我想他都未必問無線的版權 亦是 挑選人家的設定 所謂 其實 但現在想起來 挺有趣的 因為你可聽到劇 你真的看上一個議員 做丁力 來玩一次 可以又挺好笑的 上海灘賭星已經有點離譜了 都好笑的 笑的也有 但已經有點距離了 因為不停的loop 連連的loop loop到你都開始有點借皮了 你講高峰 我覺得神龍賭星一定要講 我一定會講 但先講上海灘 上海灘的競賽是甚麼呢 是80年代十大電視劇的榜首 無線 無線電視劇的榜首 上海灘 他直接力壓了 大家都聽過 王逸華版本的《射條英雄傳》 還有萬子良的劉盟大亨成為電視劇的榜首 你知道 還有首歌也是 我想在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是沒有理由不懂葉麗儀的首《上海灘》 還有講起歌 我也要盛讚賭神系列 大部分港產片的電視劇奏我是忘記的 我說的是電視劇奏不是唱的主題曲 但《賭神》那首電視劇奏是很容易入腦的 因為他每次播出都是很適合的氣氛 好像盧冠廷 那個慢動作 發的氣勢 會覺得很有型 所以《賭神》的電視劇奏 我想是港產片之貫來的 也算是 《上海灘》的《賭勝》也很好笑 也很好笑 而且我覺得他最後的結局也感人 我已經有些好處 例如麥當勞 《賭勝豹》的歌舞劇就是很無熱 《賭勝豹》的歌舞劇 有一些 affecting很難禍 因為你黑幫是斬來斬去 但沒有人發 上一個賭勝 你又是忘記那些主角 我要殺死丁你這個混蛋 你就不可能會忘記了 川島方子是一輩子的角色 川島方子本身就有這個角色 黃韻詩也只是做了一次 但你看到他 你才會忘記了 你想到今天 我要殺死丁你這個混蛋 這個演員實在太厲害了 黃韻詩的演員 一下就只有一個鏡頭 沒其他的了 整部電影都成功了 黃韻詩是以前 譬如《正當追女仔》那些 你已經很知道 我愛茶球 那些 太瘋了 你的演員 但是這個動作 你就算是現在這一代的人 都知道是什麼 你丁力宏文強可能不認識 但是 青島小姐的 我要殺死丁你這個混蛋 是認識的 那怎麼可能 黃韻詩我只想 你知道我男朋友 你認識我男朋友是中國同學會會長 不是 正當追女仔 阿錦哥再做 你不是開玩笑嗎 那段應該在電視上再播放 因為這段是無理會講的 中國是同學會會長 所以上海丹島勝 還有大軍又變回做最後支持 昇爺那段 我覺得最感動的那段是什麼呢 就是 鞏利 周星馳和丁力三個之間的契約 原來他帶他回1991年之後 其實他是會老死的 所以這個人是怎樣都要留在這裡 其實你對 周星馳對鞏利這個角色已經有了感情 是想帶回他 醫好他 他沒有很仔細地說其實是愛情還是什麼 他沒有說的 說你阿吳萬達吵架他 你當他妹妹不行嗎 其實很少突然間 你這麼認真去討論這些話題 大部分都是偏胡鬧的 所以他們三個之間 最後就說好 那我幫你永守這個弱勢 因為其實有鋪排的 因為大家都記得的 就是可能是搞笑的 說丁力 誰幫我問那個報仇 我給三個願望 他竟然周星馳的全家賊 很快沒有人笑了兩個 最後一直都沒有說最後一個願望 其實那一刻他就說 你幫我好好照顧他 還有少數是竟然在這段影片 是有點感動 因為多數都是恩怨情仇 怎樣殺人 當然阿龍芳呢 在這個賭片界來說 你都永遠記得他的樣子 祝福在那裡 你真厲害 我們走 他太壞了 他的樣子真是 怎麼會有一個香港人生死成一個日本人 你說大傻 他不是大傻那種壞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發掘他的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發掘他的 真是難猜 在北海漁村 他在北海漁村做經理 他在尖沙咀北海漁村 下去地底那間北海漁村很厲害 在尖沙咀那間 他在那裡做經理 因為明星經常在那裡吃飯 因為你的樣子這麼壞 所以見到他的樣子 他做經理那些明星經常在那裡吃飯 他這些是奸到出樣子 斯文敗類 你剛才說大傻那些是奧到出樣子 現在沒有這些人 鄭子成拍下去 鄭子成是個好人 鄭子成也是奸的 但是你也拍下去龍方 鄭子成也是一個挺好的人 你這樣看下去 沒辦法龍方 大傻 西洋仔 那些生成就是那些 那些很難 那些真的做不到 找不到的 在說一套經典之前 我們說一套 其實大家沒有什麼 遺疑的賭霸 我猜 賭霸我都沒有看 賭性的Universe 我說的是左仲星 賭性的Universe 其實呢 因為很麻 很修 賭神賭性 所以就找了一套女演員 其實很厲害 那個陣容 梅艷芳加鄭玉玲 這個陣容 理論性應該贏到 可能 不過你這樣看就真的明白到 其實香港的電影界 真的是完全是男演員當道 賭神收3,700 賭性收4,100 至尊無上兩套都收1,000多 2,000 賭霸只是收1,500多 這樣的陣容都是收1,500多 吳曼達也還在 吳曼達勞遠恩那些 賭性在這裡的Universe 那些人 賭霸是完整 不過 因為我看完之後 電視其實沒得怎麼播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有兩套 一套叫賭神 一套叫賭性 我受到賭性 那套賭的影響 我其實經常都誤會了 或者記錯了 賭霸是梅艷芳 其實賭霸不是梅艷芳 鄭玉玲才是賭霸 但是在漫畫裡面 鄭玉玲是賭后 張敏才是賭霸 他沒有了梅艷芳這個角色 張敏是賭霸 跟昇仔在漫畫裡面拍拖 所以我經常都誤會了 然後呢 因為這次又再 因為節目又重看多一次 那 梅艷芳這個角色 是昇仔的姐姐 鄭玉玲是賭霸 而最後賣桌 和紅爺賭的那個 是鄭玉玲來的 還有兩個都學會了全弓 是全弓 是全弓 不是他們有第二弓 是會隔空傳第二弓 按鈎 不過我有一件不喜歡的就是 紅爺沒有了種特色 就不是紅爺 是 你不是這樣說話 是爛的 一下去 一來這樣搞就爛了 是呀 你沒有了種特色 我覺得就不是紅爺 是 然後1991年真的太感動了 拍完實在太爛的時候 真的要休息一下 不如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和大家分享 等等 有關 什麼 那就是 你有沒有행 是 還沒有 呀 哈哈哈 那就是